你可不可以替我生个儿子 可以 看你输什么价钱了 老实巴交的大黄本来是个妥妥的人生赢家 不仅拥有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 而且还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老婆更是怀胎九月马上就要临盆 殊不知厄运却来得如此突然 这天大黄正要驾车回家 不料一旁的出租车为了抢客突然一个猛的变得 躲闪不及的大黄无奈发生了追尾 谁知就在他准备下车检查之际 前面的出租车司机却掏出了对讲机 我的车刚被人撞了屁股 快来帮我宰飞啊 说吧出租车司机便恶狠狠地冲了出来 还向大黄勒索要五千块的赔偿 其料就在他准备掏钱之时 那几个收到通知的帮手也终于赶过来 看到大黄出手如此阔处 于是几人便又对着他一顿威胁 直到把他的钱包掏空这才肯善罢甘休 而可怜的大黄直到上车后才发现 自己的车子竟然都已经没法启动 更不凑巧的是当晚妻子便肚痛男人 无奈大黄只能赶紧打电话叫计程车 面对出租车司机提出加价的要求 老黄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可即便如此他等了好久才等来的计程车 却还是被别人加价截了 直到他好不容易将妻子扶下楼后 这才发现计程车早已没了踪影 但妻子此时已经血流不止 好在这时又驶来了一辆计程车 大黄当即便不顾危险地冲上去 将车给拦了下来 殿哥 殿哥 什么事啊 帮个忙送我老婆进医院吧 不行 我下班了 帮个忙 帮个忙 啊 真麻烦 加一百块 好好好 好 快点 快点 殊不知正是这个决定会让他悔恨终身 当他们正要上车之时 司机看到他老婆一身的血迹 觉得晦气的他当场便表示不再俩人了 说罢便一脚油门直接开走了 不曾想车门却夹住了妻子的裙脚 随着车子越开越快 妻子也终于坚持不住倒下去 随后就这样被出租车在地上拖勤了整整几百女 可不料等到司机发现后 这畜生竟然头也不回地开走了 而这也导致大黄的妻子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等送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 最终一时两命大人和小孩都没保住 在给妻子办完葬以后 伤心过度的大黄便日渐消沉 整日都守在妻子的墓前郁郁保安 本想着上班能够缓解痛苦 但却有不开眼的同事对她冷嘲热讽 我有个朋友啊 结婚半年老婆就死了 你结婚一年老婆才死 算是好的了 哎呀可 我是安慰你啊 而上司也因为最近的业绩对她颇有不满 于是就变相地将她炒为鱿鱼 生无可恋的大黄孤身坐在马路上 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出租车 心中不禁越想越生气 尤其在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又在刁难一个女乘客 再也压抑不住怒火的 她当即便冲到了司机跟前 直接给了司机一个大逼兜 而围观群众却纷纷对她拍手叫好 当晚喝得大醉的她又打了一辆出租 虽然司机要求加价30才肯在她 但大黄却还是同意了 因为在90年代初的香港 第一次司机拒载客人漫天要价的情况十分普遍 但这个司机却太不是个东西 加了钱不说还故意绕道走远路 出租车司机恶劣的态度 再次勾起了大黄伤心的回忆 妻子惨死的画面不断在她脑海浮现 这下子大黄终于被彻底激怒 直接用绳子将司机给活活勒死 而回到家后的大黄非但没有惊慌 反倒还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自此以后大黄便一发不可收拾 专挑没有职业道德的司机下手 司机 当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 大黄本想按照以往的手法将他勒死 不曾想这次的司机却是个硬查的 而且这个后视镜怎么也掰不下来 于是大黄便随手抄起一旁的零钱 和对着司机猛砸 其料这一番操作 非但没有将司机的战斗力解锁 反倒自己还露出了破绽 让司机抓到了反击的机会 他拿起铁棍对着大黄就是一顿毒打 嫌不够解气的他追着大黄打了一路 直到把自己打到脱利 这才终于停了下来 领走前还一把夺走了大黄的钱包 于是吃一欠掌一掷的大黄 第二天便改变了自己的杀人策略 来到黑市的他先是买了一把衬手的武器 随后便开始在家通过锻炼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黄便开始真正化身为低势判官 他将出租车司机划分为369等 但凡是有巨赞谩骂乘客的 不乱加价以及不一绕远路的 还有各种开友违信女乘客的 被大黄遇到后就等于被宣派了死心 但他却从来不赖杀无辜 尤其在碰到那种任劳任怨的好司机后 大黄还会主动掏小费给人家 不用找了 张小费吧 我看表收钱 那待会请你喝茶 当然这种司机在当时始终是少数 更多的司机都是在七行霸市凌入落降 你是开计程车的 为什么不在客呢 说得对 年轻人 教训他 他欺负老人 我就欺负你老婆死了 怎么样 你在阿婆吧 关你什么事 你在阿婆 我不喜欢带他 你咬我 你不要再催我了 催你 我还打你呢 年轻人 这种人欠兆 打他 打他 喜料下一秒 大黄就掏出了手枪 啪啪两枪就把出租车司机送去了西北 白衣旁的阿婆吓得是目瞪口呆 于是当第二天阿婆被传唤去警局问话时 他就始终坚称自己被吓得记不清 只有在等警察走后才小声敌不动 别看我 我绝不能出北哥们 与此同时大黄也没有闲着 他又盯上了一个专门占女乘客便宜的司机 随后便一路尾随出租车来到了一处偏僻的桥下 司机停好车后便直接朝后排扑了过去 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大黄也即将开始自己的行动 在将女孩救走后老黄便开始了对司机的折磨 一般那种巨仔坑克人的他都会给人家一个痛快 但面对这种禽兽肯定不能让他死得那么容易 在用枪废掉他的四肢后 老黄便将他的头固定在了门窗上 最后再用玻璃将他活活绞死 而连续不断的出租车司机被杀 也让警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能早日破案 作为警察的达叔便假扮成司机整日在街上流荡 不曾想好巧不巧还真让他碰到了大黄 意识到不对的达叔立马偷偷按响了报警装置 而警报也被第一时间传递给了组部 与此同时大批的警察已经整装待发朝着达叔赶来 而达叔此时能做的就只剩下拖延时间 乃至机警的大黄却直接掏出了手枪 好在达叔反应够快 直接一个急刹车后 便借着惯性一拳打蒙的大黄 可不料他刚下车跑了紧 就被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撞倒在地 而本来想下车补枪的大黄因为害怕暴命 于是便收起枪立马逃离了现场 而昏迷的达叔则被紧急送往医院 好在经过治疗已经脱离了危险 不过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却间接地将这个信息告知给了大黄 穿上白大褂的大黄轻易便混进了病房 他本想是借此机会除掉达叔 但这又违反了他不伤害好人的原则 于是大黄便向达叔提议 只要他不泄露自己的身份俩人就相安无事 可不料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之时 达叔却偷偷按下了一旁的报警器 与此同时达叔的女儿阿英也正好开门走了进来 大黄本打算趁机开溜 不曾想去被赶来的警察堵了个正招 于是便只好将阿英设为人质 并挟持着他一路逃出的医院 但是大黄却并没有伤害他 在抢了一辆出租车后 便自己驾车逃离了现场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在经过一系列惊险的追逐后 大黄最后还是被绳之以法 因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动用私刑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就是大黄又会如何做呢